大家好 这里是惠州寺 佛罗县 罗浮山 冲须古冠 这是当年葛洪创办的 创建的冲须冠 1600多年历史 今天我们来 太极磁场探测 以来探测 道冠的 浓穴位置 太极点的位置 这里 大家可以百度查一下 罗浮山冲须古冠 它的历史 这里历史悠久了 1600多年历史 我们进去看一下 里面的东西 这是入来的大唐 这个门口这里有一个穴 这里有一个 这边那个是最大的 大概环境就这样子 我再试一试 第一条 它一根上去就有个点 这个地区 第二根 第二根 对着那里 这边就是 银山古墨那里就三根 它就中间那一根点 你看它就中三根线的 第三根 对对对 羊线从这里穿进去 这里是冲须罐 拍一下 我再试一下吧 试一下读个视频 这个冲须罐 这个黄龙古罐 不是 是冲须罐 冲须罐 今天我们来冲须罐 来探测这个太极点 交汇了 在里面 在罐里面 在这里 嗯 走吧 进去 哇在中间 哇在中间 哇就在这里 这比那个黄龙古罐的力量大得老像 这比那个黄龙古罐的力量大得老像 哇 这就是空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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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在里面 哇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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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阳线上的 在这里 这个叫空血 这个叫空血 这个 这个叫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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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嗯 在这里 嗯 哦 哦 长生井在这里啊 原来 对啊 长生井 哦 这下面是井啊 是长生井啊 哦 应该是 对 哦 就在这个位置 反光了 现在呢 拍的到 拍的到 你看有点反光了 哦 对 长生井 嗯 这个天天使道 嗯 这个是阳光 嗯 嗯 放下面 放下面 这个是中间 哇 这样好快哦 这里哦 这是长生井 葛红以前修炼仙丹的井 这重新古怪 一千六百多年历史 也是以前 东江游击队 还有那个 红军的那个办公地址 这里历史悠久 也是道教的 发源地之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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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 这里你感觉 是不是比较热一点 是哦 这个东西变得很大 嗯 哇 哇 就在这里 哇 哇 这个幅度 三千宝殿 在这里 充区古怪 三千宝殿 发现了三个鞋位 这个用刀科技 看这个 就四十说话 这个不是骗人的 好 哇 天心石道 寻找太极点的正确方法 寻找太极点的正确方法 我这个是老科技 黑科技 2020年最新版本太极磁场探测仪 用高科技手段 着正我们的风水理论原理 这也是老子中梦寐以求的 风水宝地的 有点赖心点 嗯 真漂亮 这里 阳线 对 阳线在上来 哇 好正确 那边还有陷阳 那边还有陷阳 阳线下来了 嗯 可以哦 这个阳线以前真厉害 古风 冬季时候的人 他活了八十一岁 他修炼仙丹成功的 阳生不老药 所以成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 他这两个 几个学位的力量都很大 是 这是以前东江游击队跟那个 革命 红军革命的那个办公地点 以前就在这位置 这个师傅 你看 能量好多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是不是刷一根 是你刷下的底下 是不是了 我 有这个 啊 没这个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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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成功 都已经成功全部真假了 维性 黄楼古冠也是 也是少 kurt ik ce 好 开始探测 这里没线 转运它 这里有一条 你看这个才是中的 这才是正宗的 主圈就在这 这充许不惯 主圈就在这 对对 这个是主圈位置 还是在这里 找来找去还找回来这里 楼湖山冲雪谷冠主圈现场 高科技非科技 三清宝殿在这里 天心石道 来验证太极殿 白树白野 真的很强大 就在这个香炉的左侧 是右侧 右侧是正屑 从那边门口跑过来 还那么多 还不好了就把它删掉 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 第二条 那边是银线 那边的银线 哇 这个怎么解释 这边 这已经三条了 那边呢 那边也是三条 那边是第一条 那这里这个不还是个腹穴 是啊 这个腹穴力量也很大 主线还在那边 就是刚才那个 钓钓那里 在墙壁里面 这个是好不容易 这边可能也交个蟹 是不是 这样上来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交蟹 主蟹可能还是在后面 这个 嗯 这个在这里 这里也有一个 这我们 有感必应 这里 这走不了了 没办法走 这里 家头 又回到刚才那里了 你待会就在这里 装点水就可以了 那黄龙怪没有这里那么大的力量 这个是1600年历史 是1600多年历史 葛红那个大长 以前好像是将军来的 这交蟹在那边 这边好漂亮 你看 你看脚回来的 这边 你看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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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还仰在上来的 对 2020年 庚子年 鼠年 哦 饭太碎了 这些 冲锡罐 哇 这个都定牌了 这一条线过去 这葛虹创建了这个冲锡骨罐 1600多年历史 这个宿位的能量都很大 是 你们宿口你是感觉不到的 我们撑了五个群位了 我们是新手 我感觉到这个能量特别大 是很大 你看 四 它断晕了 我们撑了五个群位了 这边四个 那边一个 两组线嘛 两组线六条线麦嘛 好像都是同一条直线过去了 都是同一条直线了 你看它现在交费了 它就没有了 它就往下来 这边就弄了两个下面 对 你看 四刃 是 藏生井井里面 这边就三个 那里面一个 好像四个 这边 这个点 就行 不到点了 它就不会有 不到点不转 不到点 它不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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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的行动点线 天心石道 这天心石道点 浓线 这里做了 就在这树叶的位置这里 那你放下去 就这样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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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力量很大 这个真的 你那是感觉不到 我就感觉不到 它这个穴位都是一台一条线 你偏离就不行都慢了 你看 嗯 那是隔壁那个 右边那个 左边那个 这个是最大的 哇 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力量很大 我感觉到 小女状的速度明显加快 看视频了 把头给快晕 把视频也搞晕 看视频哈 这里是罗浮山 重启古怪 当年葛洪创办了 最近有1600多年历史 力量很大 我来这里 吸收一下天气的正气能量 第三眼睛 Steinкої 一发一眼 阻碍 来 二品 三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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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广东省惠州市薄罗县 罗浮山黄龙古冠 不对不是黄龙冠 是冲须古冠 待会我们要去黄龙冠那边 这里是1600多年历史 经过我们用太极磁场探测 这里的龙穴位置有太极点 有几个太极点 而且它的磁场力量非常的强大 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的 在这里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过来 拜访一下参观一下都可以 这里是罗浮山的景区里面 香火旺盛 1600多年的历史 这里是广东省惠州市薄罗县罗浮山 冲须古冠 是由当年葛宏 修建的 也是当年打仗游击队的一个战略点 还有红军长征 红军革命的一个根据地 大家可以百度查一下 都有相关的历史的记录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或者是加微信 手机号码也是手机微信 136-8086-0674 手机号码是136-8086-0674 欢迎加我的微信也可以 136-8086-0674 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这里是广东省5A级的国家旅游区 罗浮山景区里面 冲须古冠 来过罗浮山旅游的都知道这里 这是冲须冠 这里香火旺盛 太极点有很强的磁场能力 都是在一条线上 这一条线 这个老板在试机 再测试这台机器 我的镜头前面就是冲须古冠的那个位置 你看这个龙脉 这是罗浮山的龙脉 一层一层的下来 这是来龙脉 气势宏浮山的龙脉 气势宏伟 气势宏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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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